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对彼得 讲过一句很重要的话语 这人若我要留他 这到我来的时候 与你何干 耶稣基督绝对不准许 一个使徒在他的面前 要求所领受的跟别的使徒 同样的待遇 同样的这一个恩赐 所以当主耶稣对彼得说 你年轻的时候自由往来 年老的时候要伸出手来 人把你带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 这就岂不是说年轻很自由 年老没有自由吗 这就岂不是说越走路越窄 最后是被动的吗 这就岂不是说 他死的时候是很凄惨的 人把你带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 好像牛被带到宰杀之地嘛 所以彼得一这么讲 他也不敢说 为什么 不可以把最后最大的恩典给我吗 他不变 他不讲 他只求一件事情 那么那个人呢 如果我以后很凄惨的 那么他呢 耶稣他很好 那你不好 他又要冠冕很大 你要受苦 耶稣不讲这话 耶稣如果要他等到我再来的时候 他不必等到我再来 就直接改变 就直接升天 那以你何干 所以主耶稣的言论 是相当相当 什么 不可期的 主耶稣用的词句是 相当相当激烈的 以你何干 这个以你何干呢 在第二章出现 也在最后也在出现 这个 夫人 我与你有什么关系 这句话是耶稣 在加拿分恋的时候 对玛利亚讲的话 从人之常情来看 孩子对母亲讲 我与你有什么关系 做母亲可以打他一巴掌 我生你什么关系 但是这个时候行神迹的事情 是神性的工作 跟你作为我肉身的母亲 是没有关系的 你不能用肉身的母子关系 来影响我神的儿子 在地上行神迹的权柄 这不是你的事情 所以夫人 我与你有什么相干 这句话呢 对于约翰 在最后一章的时候 他说 我如果要那个人 就是你认为 你爱彼的 你知道他是特别蒙爱的 现在你特别想 那我这样 他怎么样 以你何干 我要他等到我再来的时候 以你何干 这个话就结束了 我一句话 你会有什么 是什么